各位聽不懂的台語 在這請問各位聽不懂的台語 都聽不懂 都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 兩間間都說台語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年代的中年人的悲哀 因為我現在開始不一樣的年輕人 你們上高中嗎? 上高中嗎? 你呢? 你上高中嗎? 去年這個時候也是我們十年在上課 上一些比較基礎的法理的課程 我民國 中華民國那個時候大概西元1979年 差不多1979年 那個時候我在台語國小 1973 反正那時候大概197273 對,7273 就是上年七、上午那年 我開始讀國小 一直去念國小 大概你們比較年輕的都沒去紀念過 一直去念國小 後來跟老師說不可以說台語 我小時候跟爸爸媽媽跟阿公阿嬤都說台語 後來跟我們不可以說台語 跟我們不可以說北京話 講北京話 如果沒有 從頭到尾 如果沒有講北京話 你要被拔錢 他被打 所以在那個時代 我們很驚慌失措 就像各位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這些 剛剛念高中的年輕人 你們如果突然到學校去 要去念高中 然後突然學校老師說 全部都用美語教去 不准講任何中文 你會不會驚慌失措 因為都聽不懂 真的啊 陸凱西老師說聽說聽說 因為搞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知道說 我的阿公阿嬤 我媽媽媽那時候一直都在賣國民黨 賣到沒辦法好 在家裡就聽到一定賣國民黨 賣那個中國賊 罵蔣介石是誰 搞不懂 然後也看到每個月 每個月的月初 我爸爸都會到書報攤 然後我有時候跟他一起去 然後都很神秘的 去到書報攤上面都擺滿報紙 他也不買 然後那個老先生 一看到我爸就知道 就從後面從哪裡 就突然去拿了幾本雜誌出來給他 然後我爸也就掏錢 那個都是最早期的黨外雜誌 然後那個雜誌回到家裡 還不能放在 可以放在那個很邪隱的地方 然後都要藏在那個倉庫裡面 然後呢 叔叔來這樣輪流分著看 搞得很神秘 都搞不清楚你在做什麼 我想我們長輩應該有人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但那時候就隱隱約一覺得 我們台灣怪怪的 哪有聽到這樣子念國小 然後呢 老師在講什麼 我永遠都記得弟弟老師 不知道哪一個中國大方面的口音 他從上課開始講 講內容 我們從頭到尾都聽不懂 因為基本上他講的每一個字 都我們完全沒有學過的 他的北京話根本就不是北京話 他是中國的地方的方言 這樣子我們弟弟也能念好 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中國的老兵來到台灣 然後就沒有地方就到花蓮的鄉下 我就在花蓮旅的鄉下 就到鄉下去去教 然後呢 還記得那個時候國中教工廷的老師也是一樣 他講什麼我們都聽不懂 就這樣子 每天在那邊 接受他們的教育 然後呢 搞得自己一頭霧水 看家裡面的 我家裡面的那些 父母親在教我的 說中華民國都在騙人 然後跟我們在學校學個教育 小時候就有一些衝突 真的很掙扎 真的很掙扎 也搞不清楚 台灣到底怎麼樣 然後呢 一直到去年 去年的寒假 小朋友放寒假 然後我爸爸就帶著我女兒 兩個跑到台灣民政府 來上初級班 去年的寒假 他們上完初級班之後呢 來我家裡過年 在我家裡過年的時候 跟我講說 我們過完年要去上高級班 我說 蛤?什麼初級班 什麼高級班 如果各位齁 如果你們的長輩 或者是比如說像 我覺得 爸爸比較容易被騙 他如果告訴你說 他花了 六千塊去上初級班 然後呢 我的女兒也花六千塊上初級班 上真正的台灣歷史 你第一個想法會怎樣 沒有我第一個 以為他們遇到詐騙集團 真的 我就問他說 你們還有繳什麼錢 有啊 我們還有繳那個什麼 買書啊 買帽子啊 買棋子啊 我爸爸一去上完課 所有的棋子都買 六支 也美心的棋子 很認真 然後家裡面全部掛滿的棋子 在我們家裡把它掛起來 這樣 這是在幹嘛 又有美國的棋子 又有日本的棋子 還有我看不懂 這是哪一個國家的棋子 完全看不懂 然後很混淆 那個時候 在那個狀況 你可以決定怎麼做 因為從小 可能就是在家裡面 常常接觸到這些 很奇怪的訊息 所以我決定 好了解看看 那我有遇到過 我來了解之後 我有遇到過 很多跟我一樣的 中年人 為什麼一直說我自己中年人 我女兒已經念大學四年級 這樣算中年人 我女兒現在是 年輕人 我現在已經買五十了 對 我還要五十了 所以 如果說要用 好好的主頭和外 說 我們在家裡 我也是可以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說 我們 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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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家裡面床比較軟 睡不好是很正常 可是睡不好 今天要一整天的時間 讓各位坐在這裡 吹著冷氣 讓各位從頭到尾都集中注意力 真的不太容易 我個人是學注意力的 我是注意力方面的 不敢說專家 就是花了二三十 二三十年的時間 都在國外上這方面的課程 在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的老師 他們已經做過最詳細的研究 人的注意力 人的注意力 大概二十分鐘 專注力 就是說我現在開始講二十分鐘的內容 你都會聽得進去 二十分鐘以後的內容 大概吸收不到一半 所以呢 哈佛大學建議 每一個國小 上課二十分鐘 下課三十分鐘 真的啊 他建議國小 那那些學生嘛 哈佛大學說 老師我們既然都會研究 人的注意力只有二十分鐘 最黃金的學習時間 那我們為什麼不上課二十分鐘 下課三十分鐘 他說那是小學 我們大學就在那裡 剛好差 人的注意力既然只有二十分鐘 他為什麼要大學 就要上課五十分鐘 這就是習慣 你以前怪學 我剛剛講到 你困了很好 你在家裡以前困了 怪學 不管什麼時候 不管人是睡 你都會睡得到一半 你來一個陌生的環境 旁邊還有一個陌生的人 難道昨天有人自己睡一間嗎 我們家好像沒有啦 但是都睡通過嘛 對啊 那你旁邊的 晚上的教教院不是很精彩 都沒聽到嗎 有很多教教院 所以這是習慣的問題 人的習慣的問題 所以我會盡量 在前面的時間 講比較重要的內容 然後後面我們就會 因為沒辦法 我們也是五十分鐘一堂課 那我今天講比較重要的內容 我剛剛會讓各位了解 那為什麼開通民意 我們要跟各位聊 我們台灣民建委 注意到這裡 你一定要搞清楚 從這裡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及立場 這裡就要告訴各位 開通民意告訴各位 我們是政府 要搞清楚 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搞清楚 因為秘書長不斷的告訴我們 我們是政府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不是政黨 所以你說台南黨 民進黨 國民黨 他們在說什麼 親民黨 不是親民黨 親民黨 說關係 親民黨他們在講什麼 那個都是黨派 黨 那個跟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政府的思考的高度跟角度 跟黨派的思考的高度 高度跟角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台灣民建戶 我們是建戶 大家一定要了解 這裡是 我告訴各位 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各位一樣 我在學的 我所專精的 因為我在台北開氣管部分公司 我所專精的教育訓練 是在注意力 在意志力方面 我根本對這一點都不了解 但是因為 你既然知道中國的歷史是假的 你就會開始想要去了解 真正的台灣歷史是什麼 當你了解之後 花了一年兩年的時間 你也會變成專家 如果博士認真的念 兩年就念起來 所以這個 你只要花時間 我告訴各位 回去以後 每天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上網去看 我們所有的資料 網路上的資料 夠你看一年 看不完 每天一個小時就好 一年之後 你也變成專家 跟我一樣 可以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我也是去年的年初 第一次接受的台灣民眾 我接受的台灣民眾 我還是來檢查 來幫他考試 看他們講的有沒有假的 去研究這個法理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把我的杯子完全倒勾 我歡迎各位 來上課的時候 把杯子完全倒勾 尤其現在念書的這些同學們 你們念的台灣歷史 念的國高中的 然後甚至大學的歷史 這些歷史都只有在台灣可以用 你到了世界各國 你會發覺他們的歷史 在講台灣的歷史 跟你學到的歷史 很不相同 比如說 比如說 台灣最早 最早來台灣 拓荒的 來這裡 肯執 那個很肯的 是哪一個國家 荷蘭嗎 西班牙嗎 你看光這個比較沒有爭議性的歷史 都有很多版本 難道是中國嗎 是中國嗎 還有一點頭 我告訴各位 我們講的很簡單 荷蘭跟西班牙 當初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發覺台灣 有很多很多的梅花露 然後呢 有很多很多的甘蔗 那時候在歐洲 蔗糖比黃金還貴 所以他們看到一個 非常漂亮的寶島 叫福爾摩薩 就是我們 所以他那時候就 很興奮的 跑到明朝的那個知府 明朝的那個 就是像明朝 像我們桃園蟹這樣 明朝的憲政 我要在你們台灣 補梅花露 種甘蔗 要銷到歐洲 因為我們荷蘭 我們西班牙 那時候冬天會很冷 我們的人需要踢路皮 我需要 我想跟你們做貿易 那我們要講給你多少稅 我們要進攻我們多少 他說 明朝的政府說 一般的行情是 一年要三萬磚陸皮 比如說五千斤的蔗糖 他說那樣我們可以接受吧 那進攻給你嗎 他說台灣不是我的 那我要進攻給誰 各位知道要進攻給誰嗎 在西元1600多年的時候 1620年的時候 要進攻給日本的幕府將軍 那請問一下在16世紀 誰在管台灣 日本 日本那時候管台灣 台灣那時候有一個王朝 台灣真正的王朝 各位知道嗎 叫大渡王朝 台灣有一個大渡王 我講到歷史 要用歷史音樂 台灣有一個王叫大渡王 那個時候 荷蘭人進來的時候 他真的跟大渡王打了一仗 然後他很尊重大渡王 然後大渡王也很尊重他 所以大渡王准許他在台灣的 南部安平那邊屯墾 然後呢 鄭成功進來把荷蘭人趕跑了 這各位可能就知道了 然後各位可能就不知道說 鄭成功跟大渡王打了非常大的一仗 把大渡王幾乎整個都快滅足了 鄭成功非常殘忍的這樣 把台灣的原住民幾乎都快滅足了 那時候各位可能就不知道 這個歷史就已經沒有在講 但是你上去找 各位知道我們都是台灣的本土的原住民 那請問一下我們的母語是什麼 是台語嗎 台語是外來語對不對 客家話是外來語對不對 北京話是外來語對不對 日語什麼都外來語 那我們最早的母語是什麼 你下午的時候 徐格林徐老師 他會告訴各位 我們到底是從哪裡過來的 我們從印度那邊 不是我們是從非洲那裡的 雨系一直過來的 所以我們從那個非洲的雨系 一直傳傳傳傳傳到我們的 傳到我們台灣再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 再傳到中國 所以中國是這個 他們剛才講說那個什麼五足共龍 所以中國人幾乎都是雜種 都是混的 這是下午就會告訴各位 我們是M174的語系過來的 所以我們最早的 我們的母語是希拉牙語 沒聽過對不對 我也沒聽過 我們會慢慢的去把希拉牙語 找出來來復興 這是我們的歷史 我們正確的歷史 你在我們的 現在的中華民國的教科書上面 你念不到了 因為他不會告訴你的 他不會說他自己是 怕蘇招牙 他不會說他自己已經滅國了 他不會告訴你 好 我們第一個開通名義 我們來看看 台灣民間務委註定是 軍庫國際法例 讓台灣的國際對於政權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 要保有台灣的證明法 美國總統有這個人的孫 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對於政權化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一句 我們今天這堂在上頭 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那我叫什麼名字 休閒 謝謝 忌我很容易 看到我就想拿我來看 因為休閒 不要寫那兩個字 不要寫兩個休息的休 然後那個很閒的閒 那 我有六個女人 這個也是我的特徵 每個人都有特徵 我有六個女人 我老大念大學 最小的念小學六年級 好 不要討論這個 這今天不是課堂的重點 我們再看 根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請問一下各位 我在這裡就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正常嗎 為什麼不正常 我告訴各位 你們現在開始 你們會到 將來執政之後 你們會到每一個單位去 那些單位裡面都是那些 非常忠於國民黨的 受了69年的國民黨 那個七天教育 那他們 會跟你辯 你如果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做決問 你不知其所以人 你會被他們打槍 他們不會服你 好 我問大家 我們現在請問一下他們 我們就很簡單 我幫你們當作這些 國民黨的事務官 我請問一下各位 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到底為什麼不正常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 為什麼不正常 他們說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台灣在很多地方都有參加 我們可以參加APEX 我們可以參加很多國際組織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 到底 為什麼不正常 它為什麼又正常 有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在辯論 有時候辯論 你不一定要跟它爭鋒相對 你可以從別的地方去談事實 台灣的國際地位如果正常 台灣的國際地位如果正常 那像現在 最近打世界盃 然後最近打什麼 任何國際的運動賽事 台灣的代表隊 應該叫什麼隊 台灣隊 台灣隊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去參加奧運 我們的代表隊叫什麼 中華隊 中華隊 他是台灣叫做中華隊 外國叫中華台北隊 然後請問一下 如果一個國家代表隊 到一個任何地方參加比賽 是帶著那個國家的國際 還是五彎旗 國際 有人叫做五彎旗嗎 當然是國際啊 好 那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的代表隊 到世界各國參加比賽 帶著五彎旗 那誰知道他是中華代台北隊 他只有帶個五彎旗 在唱那個國歌 每次要唱那個 那個 物產功龍 在唱那個國際歌 都搞不清楚 五彎旗 然後唱國際歌 然後叫中華台北隊 那他們到底是哪裡 我們來自台灣 你們不是中華台北嗎 為什麼來自台灣 那台灣跟中華台北 又有什麼關係 很多國家他們不了解 上網不一定查得到 那中華台北隊 他的圓名 他的整個完整名稱是什麼 中華台北嘛 中華台北嘛 不是嗎 中華台北嗎 英文老師都這樣告訴你 中華台北 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所以這樣子 台灣國際立委 一直沒有辦法正常化 因為 一個國家的流亡政府 去切佔他整個的領土 那個就不叫流亡政府 那叫賊啊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很厲害對不對 對 對不起 現在講的歷史 讓各位 讓各位稍微動用頭腦 不是我會盡量講簡單白話一點 不會讓各位聽不懂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軸心國是誰 同盟國是誰 軸心國是什麼 義大利 德國 日本 對不對 所以 這三個國家叫軸心國 然後其他的同盟國 然後軸心國把同盟國打得 剛開始的時候 軸心國是把同盟國打得落花流水 好 德國有沒有打敗法國 有沒有打敗波蘭 德國在那個歐洲的土地上 幾乎把那些國家都橫掃對不對 然後他一直跟一個國家一直在作戰 那個國家一直沒有輸給他 叫哪一個國家 隔著一道海峽 英國 好 幫各位回覆一下 所以那時候德國襲捲歐洲大陸 一直沒有打敗英國 那請問一下 我法國被德國打敗 我沒有辦法在法國的歷史 我波蘭被德國打敗了 我沒有辦法在波蘭歷史 我要不要流亡 好 所以法國流亡政府到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也到倫敦 倫敦突然有三個政府 一個叫波蘭 一個叫德國 一個叫法國 一個叫英國 所以在倫敦同時有三個政府 一個是倫敦的 英國的倫敦政府 然後一個是法國的倫敦政府 一個是波蘭的倫敦政府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各位去很仔細的思考一下 今天法國他要在倫敦選流亡的總統 流亡的總統 法國現在因為他已經流亡了 他要選一個臨時總統 他會不會叫波蘭的那些流亡的人去幫他們投票 他會不會叫倫敦市民去跟他投票 為什麼 乾他們屁事 不一點都不乾他們事 各位懂嗎 所以法國他選流亡總統 就選他的 波蘭選流亡總統也選他的 請問一下倫敦市民知不知道倫敦是誰的 英國的 英國的嗎 難道會說倫敦是法國的嗎 倫敦是波蘭的嗎 他們會三個打架一下 看看誰沒有 你去向我 你去投奔人家 你還敢跟人家說倫敦去討 倫敦是波蘭的 哪有可能 西藏現在流亡政府在哪裡 印度 印度在哪裡 德蘭沙拉 他在那裡 那他會不會跟那個印度政府講說 德蘭沙拉看起來不錯 給我西藏 讓我當西藏政府 可不可以 好 那當初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打敗了 請問一下 台灣 我們下一堂課 潘老師給各位看 我們的長輩會講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戰敗國還戰勝國 他會告訴你 我們是戰勝國 那我們那時候是誰給誰統治 他說我們給日本 那我們台灣給誰打 他說日本 你會聽得很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戰勝國 然後我們那時候給日本統治 然後日本來轟炸我們 你有聽過這種邏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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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老人家這樣講 等一下你會親自看到那個老人家 他在鐵鬼旁邊 接受訪問 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然是 我們是戰勝國啊 我們怕贏啊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打贏嘛 然後呢 日本人那時候統治我們 然後呢 日本人轟炸我們 這種邏輯 你不會聽得很奇怪嗎 我請問一下 你現在住在你家 然後呢 你爸爸派那個怪手去把你家挖了 有可能嗎 你在家裡面 當然不可能嘛 這種邏輯 你就會開始知道 你要開始會去思考 今天不是來跟各位講一些 假的歷史 像國民黨這樣騙你 欲蓋你這樣 我現在告訴各位都是真實的事件發生的 這是所有發生的真實事件 在英國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你會知道 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打敗了 麥克阿瑟加冰抓布地方命令 讓蔣介石來帶領中國 剛開始也不是蔣介石帶領 這是怎樣在這集題的後話 好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台灣就是接受這個 中華民國的管理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們剛開始流亡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各位剛剛看到 民主長剛剛有講到 他糊裡糊塗 就把我們全部改進中華民國國籍 那時候國際上都在抗議 甚至那時候國際上都有發文 可不可以讓蔣介石繼續流亡 他們也詢問菲律賓馬尼拉的政府 菲律賓政府 可不可以讓蔣介石流亡到馬尼拉 馬尼拉的菲律賓總統說可以 但是蔣介石 你自己不如我們講的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所以我們可以拿他來這裡贊助 兩天 兩天之後他繼續流亡 他給大家講話 目標鬼都沒有人敢讓他知道 都沒有人敢讓他去流亡 所以他帶在台灣 那既然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西藏流亡政府在德蘭沙拉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請問一下他們要怎麼樣三個合法 我們這堂課的學員非常有水準 我每次之前問他們都認在那裡 當然啊 波蘭流亡政府要合法就回到波蘭 不是嗎 法國流亡政府要合法就回到法國 西藏流亡政府要合法要回到哪裡西藏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要合法要回到哪裡 中國嘛 可是中華民國他在南京那邊有寫 1912到1949 1912到1949 一個國家被立一個石碑在那裡 1912到1949表示什麼 滅亡 你會看到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寫1949到2014嗎 不會吧 他是1949點點點 後面沒有數字嘛 對不對 所以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中華民國現在在這裡苟延殘粉 那中華民國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他在台灣他可以就地合法嗎 對 剩下那個金門跟馬祖 中華民國政府 他在台灣永遠不可能就地合法 這是國際法 這是萬國公法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第二個 台灣民眾的主張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就是現在合理條約 母法是萬國公法 什麼叫萬國公法 全世界都遵循的一個合乎倫常的法律 全世界都遵循的 請問一下每一個國家的憲法比較大 還是萬國公法比較大 如果萬國公法跟憲法有抵觸 要遵循哪一個 各位都很清楚 因為接下來將來各位都會考試 現在講的內容 其實考試都有可能會考得到 好 萬國公法 他大於任何的國際法 在萬國公法裡面有提到 佔領不得怎麼樣 一專主權 那為什麼佔領不得一專主權 我相信這樣沒有比在一專主權 為什麼陳吉思汗佔領 就可以成立這麼大蒙古帝國 為什麼奧地利 那個什麼 之前的奧地利 他那麼強壯 奧匈帝國 他就可以成立奧匈帝國 以前沒有萬國公法 從什麼時候開始有萬國公法 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戰爭法 跟國際法 從哪裡開始人類 開始有這些比較 合乎世界的法律這樣 大家去遵循 以前是過勞怕過勞的 像先講先娘 如果沒有萬國公法 我跟各位講 現在全世界領土最大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都知道嗎 美國當然 美國都說欠西班牙很多錢 他欠西班牙很多錢 然後他決定去發動美西戰爭 怕你啊 所以他都打贏西班牙 有啊 西班牙不但 錢都不用還西班牙 而且喔 西班牙還給他四個國家 那四個各位知道嗎 古巴 古巴 波多黎各 菲律賓 關島 菲律賓 古巴後來都獨立的嘛 然後那個波多黎各呢 波多黎各到現在都還沒有獨立 波多黎各到現在也沒有辦法成為美國第五十一週 因為美國憲法規定他們的國家不再成立第五十一週 所以波多黎各呢 他就是我們要學習效果對象 為什麼 因為他跟美國做網友不用垂金不用關稅 他們人民生活很自由 然後呢由美國軍隊保護他們 你希望台灣現在這樣子 我們也不用再去當兵了 服兵役 我們可以專心去拚經濟 像日本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專心的拚經濟 馬上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美國那時候美西戰爭佔領四個國家 如果是按照 如果是佔領可以一尊主權 那美國打敗西班牙 他有四個國家 美國在打敗伊拉克 伊拉克又是他的 伊拉克又是他的 我告訴你 美國會很喜歡打仗 這樣就伊拉亞嘛 怕贏就是伊拉亞嘛 那為什麼現在打贏不是他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 各位知道嗎 1830年 拿破崙戰爭 從拿破崙戰爭華爾的戰役之後呢 全世界二規定佔領不得一尊主權 從那時候開始就有戰爭法 開始給他們看一下戰爭法 什麼叫戰爭法 戰爭法約束各國 他們在作戰的時候有一些守則 他會有一些宣言啊 一些條約啊 到底宣言比較大還是條約比較大 你沒有找到戰爭法 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開始慢慢的建立戰爭 戰爭法不是一個母法而已 他是由這些 這五個執法裡面去匯編的 第一個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 海牙公約裡面都有提到 再來 日內瓦和平公約 再來 國際紅十四會總章程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再來 第四個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再來 第五個 1904年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的匯編 這個統稱戰爭法 所以戰爭法裡面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佔領不得一輪主權 在任何國家都一樣 我們再來談到 最近常常聽到的克里米亞的問題 我請問一下克里 請問一下各位 克里米亞到底是俄羅斯的還是烏克蘭的 各位不是最近都有看到克里米亞他們公投嗎 他們公投說他們要回歸克羅斯嗎 那克里米亞到底是俄羅斯的還是烏克蘭 他為什麼是烏克蘭 他為什麼是烏克蘭 我們要講到一個 俄羅斯一個很偉大的爭議叫赫魯雪夫 赫魯雪夫那時候 當初他們不知道哪一根基壞掉 他就說 克里米亞歸給烏克蘭 因為那時候整個都是蘇維埃聯邦帝國 他整個是蘇維埃政府 很大通通知大 烏克蘭也是他的 所以他就把烏克蘭撥到克里米亞下面 好 那就要看這個國家 我來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都知道英國的大英國協 大英國協有哪幾個國家 大英國協有哪幾個國家 很多 你要看到他本土就有幾個 本土就有愛爾蘭 英格蘭 蘇格蘭 這些 威爾斯 其他的 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 這些都是大英國協 那請問一下各位 這個國家看看 他是屬於那個國家的 他是屬於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還是屬於殖民地 這就要看他們那個國家 像台灣在1945年的4月1號 開始實施日本的帝國的憲法 所以他就成為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請問一下紐西蘭 他有沒有實施英國憲法 還是紐西蘭的憲法 各位知道嗎 他還是實施英國憲法 那澳洲 他是實施澳洲的憲法 還是英國的憲法 所以各位在上網 圍基板都可以查到 讓各位去了解 慢慢就去了解 這些國家 這些國協 殖民地 跟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到底有什麼差別 根據那時候的國際法 1830年又開始實施戰爭法 占領不得一串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在1895年 各位知道1895年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為什麼 1895年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陛下 跟大清帝國的皇帝陛下 定立了什麼 下官條約 各位聽到 是大日本帝國的天皇陛下 跟大清帝國的皇帝陛下 定立了下官條約 不是政府對政府 所以那時候大清都是皇帝的 大日本帝國也都是皇帝的 這些領土都皇帝 我們只是跟他租的 所以這些國家的領土 都是那兩個皇帝的 這兩個皇帝定立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內容是什麼 歌讓什麼 台灣澎湖給日本 永久歌讓台灣澎湖給日本 那各位知道嗎 很多人在跟我講說 甚至有些學者在跟我們講說 那個下官條約已經失效了 就是因為他們的條約也無效了 這些條約都已經過時 請問一下 一個條約要怎麼樣才能夠過時 才能夠失效 是不是有後面新的條約 去建立新的條約 來蓋過成全新的條約 是不是 可能他如果是抵觸到那個 萬國公法 他一樣無效 各位了解嗎 那一個新的條約要制定了 重新議定 再來蓋過舊的條約 這個舊的條約 條約失效對不對 你有沒有聽過下官條約 舊經濟和平條約之後 你有重新訂立什麼新的條約來蓋過舊經濟和平條約跟下官條約 有 有 所以我們念書要求聖節 下官條約定立不到時間 中國跟日本 大日本天皇陛下跟大清帝國的皇帝陛下 馬上訂立一個遼南條約 這個遼南條約押過下官條約 所以實際上 遼南條約是比下官條約更清楚的詳細記載 下官條約定定 台灣 澎湖 遼東半島 永久割讓給日本 遼東半島 台灣 澎湖 永久割讓給日本 好 這是下官條約 十天之後的遼南條約 好像不到十天吧 他訂定 他訂定 澎湖 割讓給日本 遼東半島 還給中國 為什麼 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台灣 澎湖繼續割讓給日本 為什麼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能割讓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1895年的當下 台灣跟澎湖 是不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是 所以才會訂立下官條約一直到現在 那最近那個合體條約 他是新的 他蓋過那個 後來的遼南條約 他裡面指定 他說日本 日本無條件放棄台灣的 right title 跟clam 因為他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他會放棄 right title 還有clam 所有的主張 像義大利對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是義大利的殖民地 義大利放棄索馬利亞 他只有放棄它的right跟title 他沒有放棄它的clam 所以那時候就可以很清楚 日本天皇 暫時放棄 日本天皇 暫時放棄 台灣的right title跟clam 但是 他在旧金山合體條約 他沒有指定收受國 沒有 他沒有指定台灣給誰收受 所以他只是暫時放棄 那他暫時放棄 他可不可以把台灣 割讓給任何一個國家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如果任何的國家 跟台 就像中國那時候跟日本簽訂 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一樣 任何的國家跟日本簽訂 如果美國跟日本簽訂 台灣割讓給美國 可不可以 就像琉球半島 美國佔領的琉球半島 他把琉球半島 可不可以 直接割讓給美國 可以嗎 也不可以 所以這裡 很清楚就會知道 這個定義很清楚 這是萬國無法規定 佔領不得一尊主權 也就是台灣 永遠都是日本天王 除非今天日本天王把它賣 除非今天日本天王把它賣 那有沒有人想去買日本天王的台灣領土 有沒有 有 習近平啊 最近就說 你們 國家可能比較缺錢 對不對 我們中國現在富起來了 我們想跟你買台灣 連中國都知道 台灣要買的 台灣不能用割讓 但都買得到嗎 買不到 日本天王說 我們日本皇家不缺錢 我們不用賣土地 所以這次裡面 開通民意的第二條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那個我們的那個什麼 主張跟立場 我們跟NEC沒有什麼 合作關係 我們沒有再幫他打廣告 你的概念清楚了 你以後去 你當政務官會很輕鬆 真的會很輕鬆 因為你的注意力 你的整個邏輯是很清楚 今天從頭到尾都幫各位上邏輯 所以下課建議各位 喝個咖啡喝個茶 讓各位更提神醒腦一下 還有拜託 下一堂課進來的時候 我們通常下一堂課 都會發生這種狀況 就電話一直在響 我們就要比下課 一定會講電話 講完電話 記得再關靜音 我在講師 講課都有邏輯 尤其像我們 比較不常的樣子 你從頭到尾 你電話一響 然後你一講電話 我會很專心聽你在跟誰聊天 我就忘記我要講什麼 來,在那個主張跟立場 電腦有問題 好 好 我們主張跟立場第三條是什麼 各位記得嗎 我們不使用暴力 我們不使用武力 當然是我們用這個方法 這是第四條 第三條是什麼 有點忘記 背太弱勢 先不要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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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第三條第四條 我們先要等一下下課之前 給他電腦修理一下 先跟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最近 國際的金價 因為我是學 我對經濟方面有一些研究 國際的金價上上下下的 以前金價跟石油是對比的 油價漲金價點 金價漲油價點 現在油價跟金價不一定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資訊軟體 所以他會搞得讓你完全不了解 像這些世界經濟 其實都是少數人在操控 那金價上漲金價點 金價是一個維持貨幣穩定 為什麼大家都比較相信黃金 不相信貨幣 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在有些國家 五億 五億的貨幣 面值五億買不到一顆雞蛋 各位知道嗎 有聽過了 台灣的時候 中華民國剛進來的時候 中華民國剛進來 然後人一直進來 台灣一下子 經濟混亂 以後我們的貨幣很正常 就養這些人 然後一下經濟很混亂的時候 那時候我岳父 他每天從台中到彰化去賣魚 然後整個魚 就一車的魚去 然後換一車的台幣回來 那個台中 然後交給他舅主 然後有一天他舅主 就是他 雙主大概 氣喘吹吹吹的 把那個錢 一整個牛車的現金送回來 他舅舅坐在那邊 躺在那裡這樣 整個人都傻掉了 然後他說怎麼了 他就問他怎麼了 他說現在你這一車的現金 換不到一斤雞蛋 一車的現金超過四萬塊台幣 換不到一斤雞蛋 台灣曾經有過這樣子 石油恐慌的年代 我們的年紀年長的那一輩 都有經歷過 我們比較沒有經歷過 那時候我們石油的危機 然後呢 那個 我們的貨幣的危機 整個那時候四萬塊 舊台幣換成一塊錢台幣 那真的會讓人家傻眼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大家寧可握著黃金 為什麼中華民國撤退 要從上海 要從那個中國各地 把黃金移到台灣來查 那時候只有黃金 可以穩定貨幣機制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 會有黃金的存在 會有黃金 甚至像在越南 在哪裡他們逃難的人 都不相信這個貨幣 只相信手上的黃金 我就想要說 剛開始的時候 中華民國進來 我們也搞不清楚 我們這些平民老百姓 怎麼搞不清楚 反正那時候我們已經打敗了 所以我們也 是好了 我剛好像有看到 好 我們那時候 剛打敗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軍隊進來 日本的軍隊要離開 國岳父去港口送他們 你看了真的會很奇怪 那種景象 那種邏輯蠻混淆的 所有的日本軍隊 穿得很整齊 服裝整齊的上傳 然後你看到下來的人 衣服都破破爛爛 真的衣服都已經破爛爛了 然後背上背著鐵鍋 我頭上來頂的那個什麼 鍋完條件這樣 當帽子這樣 然後衣服都很拉爛了下來 他說奇怪 台灣 到底是 進步還是倒退 他們都說 他們來到這裡 光復台灣 台灣會越來越進步 那我們在日本時期的時候 當的是一流的國民 到了中國來的時候 我們變成三流的國民 他真的有在建設台灣嗎 當初日本親王 日本親王來到台灣 很快的得到瘟疫去世了 所以他覺得台灣的水質很差 台灣的環境很差 開始幫台灣建設 鐵路建設下水道 你下午可以看到 那時候在建設 他把台灣當成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下午可以看到 當時的投影片怎麼建設台灣 那個徐克林徐老師會放 你看到當時的台灣 跟現在的台灣 當時還比現在更有秩序更有規律 有一個台灣教授 到日本東京去做學問訪問 教學訪問 結果去接待他的 是台灣住在日本的教授 台灣人去叫台灣人嗎 然後他開了高級豪華的教車 去接我們台灣的教授 他就很驚訝 那個教授就問他 我在台灣聽說東京很難開車 因為沒有沒有東京不是要先有車位才能開車 對啊不簡單啊 東京有東京的政策 我們有我們的對策 很簡單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 在東京先租一個車位 先租一個車位 然後買車 因為有車位的人買車 買完車以後再把車位退 再把車位退掉就好 就可以開了 反正東京裡面看到路上 都沒有什麼交通警察 你違規停車也不太容易被開單子 所以東京可以隨便停車 東京停車很方便 你也不用花錢 哦 他說原來東京是這樣子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他過了一個月 他學校又派他到東京 去做另外一個實驗交流 這次接他的是一個日本教授 日本教授在地鐵接他 他說 欸教授你沒有車子嗎 他說 我有錢買車啊 可是我沒有車位啊 他一聽到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撇步 我們那個上個月台灣教授教完 台灣教授說 你先租一個車位 然後買車 再把車位退掉 反正你們東京沒有交通警察 他說 日本教授你知道他怎麼回來 如果我要這樣子的話 我媽媽住在鄉下啊 我可以在鄉下買車 拿來東京開啊 可是我沒有車位 在東京我沒有車位 就是沒有車位 我為什麼要做違法的事情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喔 我們通常在想 因為政府上面都在貪嘛 所以他們喔 上有證之後我們就下有對稱 我們已經開始不了解什麼叫守規矩 有道德更高位的生活 中國人為了求生存 你看全世界13億中國人 到哪裡都有中國人 中國人為了求生存呢 在世界各地喔 他們都想盡辦法求生存 有一個大學生 到巴黎去留學 念巴黎的那個很好的大學 畢業了以後 他要找工作嘛 每個大公司 像剛剛AAC 他也都想要用他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去開脫中國市場 那時候在1980年代 那時候中國市場非常的熱 可是他每次去應徵 剛開始主管都很熱情的接待他 到最後主管都不用他 他後來有一次喔 比如說大開畢業 然後主管就說 你過幾天等我們通知 他終於忍不住 跑去找德地主管 他問他說 為什麼 我這麼認真 條件這麼好 你為什麼不用 他說對 你的認真 你的條件 你的學業成績都符合我們的要求 我們本來很高興找到一個人才 但是 我們看到你在巴黎喔 有兩次逃票的紀錄 他說 逃票 才兩次而已 他說 第一次你剛來法國一個禮拜 我們會當作嘛 你不懂的 因為法國只要買高鐵的票 買了以後 你自己買票自己進去 不用念票 但是偶爾會抽查 你一個禮拜之後 你被我們的抽查人員抽查到的時候 我們當作你不會買票 所以我們抽查人員 親自的帶你到什麼地方去買票 什麼地方帶你走一次 你應該就會了對不對 然後對啊 可是一年之後呢 我們又抓到你條票 他說 也就兩次而已嘛 也就兩次而已嘛 是嗎 就真的這兩次嘛 那個法國的那個公司的職員 就說 根據我們的認定 你 從那次將你買票 之間再被抓到 那個 那一年喔 如果一天你做兩次 我們 你應該有超過七百多次逃票 比如 然後你在法國念了四年 我們估計你喔 逃票超過上千次 他說 阿因為我是留學生嘛 留學生就沒有錢嘛 你知道能省則省嘛 他說對啊 我們也因為你是 從中國來的留學生 我們想要派你回中國 那我們如果打算 把一千萬美金 兩千萬美金 交給你去中國做投資 我們怎麼知道 那一千萬美金 兩千萬美金到最後會不會 都掉到你的口袋裡面去 你的操守有問題 各位 中華民國讓所有的公務員 覺得操守有問題 沒有關係 只要能夠賺到錢 我只要花幾年的時間 我聽過我朋友這樣講 我這樣A了八千萬 我只要花幾年的時間去做 我當作我在上班 我可能做八年九年的 反正壯起七年半 我八年九年 我賺了八千萬 我一年賺多少 我公園一年 有可能賺一千萬 我當作我 現在在念書 在苦讀 苦讀七百 在監獄裡面都苦讀嘛 苦讀七八年 我出來都有七八千萬 我就可以悠悠再再過了 下半輩子 那哪管什麼操守 哪管什麼道格 哪管什麼那些人格 他們不會去管那些人 台灣 搶不起來 富不起來 是因為台灣的 整個 整個 統治我們的人 對我們沒有歸屬感 他不會想要讓我們 成為世界上 富而好理的小國家 他不會這樣行 只有靠我們在座各位 現在我們自己這一群人 很認真的去瞭解 怎麼樣讓台灣的法律 讓日本人的精神 讓日本人的教育 直接伸根在我們的腦海裡 讓我們重新的 開展我們台灣的榮光 這上半堂課先跟各位講 我們下半堂 現在休息十分鐘 下半堂在十點之前 再跟各位繼續報告 我們法理學院必須的一些 他要報告我們中華民國 對我們文化的教育 那我們現在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